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2013年斯坦科维奇周级杯篮球赛的比赛 在第一站兰州站的最后一天的比赛 由中国国奥队迎战阿根廷队 这是所有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中队在此之前的四场比赛是两胜两负 他们也迎来了本届四杯 在兰州站这一战比赛当中实力强劲的阿根廷队 比赛已经开始了 中央电视台今天的先发的是空球后卫长亚松 在其他位置上 东风后卫是段江鹏 小前锋是展小川 大前锋中城 中绷内线仍然是孙同龄 中央电视台上的就是一个失误 在兰州站的比赛一共是六天 其中休息一天五个比赛日 这边阿根廷队也是 环大礼也回来送了一个犯规 黄黄开场看来休息这一天 大家歇的还是比较大 一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都比较慢 中队在此前的四场比赛当中 也是保持着剩一场输一场 剩一场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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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节奏 也可以看出这种比赛的实战的意义还是非常大 每场比赛都好像是一个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遇到不同的对手都有针对性的调整 所以这比赛打得非常的胶着 今天将是最后一个对手 阿根廷队的挑战 在综关前面四倍的几场比赛当中 阿根廷队它的整体战术素养 是所有球队当中应该是属于上层的球队 大家的虽然也是年轻球队配备 也不是他们最正牌的国家队 球队当中也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 像基督比利和斯沙这样的超级明星 但这只球队打得特别有整体 能够体现出南美篮球的这种特点 所以他们这是一支不太容易击败的队伍 最后一场比赛 也对中国队国傲的这些年轻球员 提出了一些要求 什么开场的都是从防守做起 特别在外线防挡拆方面 中国队还是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强度 内线队员都是大幅度的扩车的严阻 对直球人采用很大的压力性的控制 那么开场都没有得分 也可以看出休息一天之后 确实好像是绷紧了神经突然一下 松了一下 然后再紧起来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一节比赛 两个队的队员都在找这个比赛的节奏 找回前面四天比赛的节奏 这是他们国交队擅长的一个战术 就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由孙风林和忠诚在华队线来做掩护 然后由风险队员去向弱侧空歇 然后直接打这个空军接力 这个战术也是分明知道 在这种战术运用当中运的比较熟的一个变化 刚才这个球 可惜中层没有打进 没有接到 对方也是提前有判断 这球双人夹击 赛车出球晚了 好球 刀行队确实是很灵巧 7号是坎帕泽 升高1米79的核心后卫 今年也是很年轻 只有22岁 那是一个背后的假动作 缓开的中队防守队员 先得到第一个球 阿尼运回来换了一个23联防 让中队攻联防怎么样 上海松突分 打的防御线再打出来 关键防这个球没有投进 对方就是打先阶段 这个小后卫的能力确实一开场 让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特点 就很敦实 身体呢也有一定的力量和体重 最主要的是非常干打 马刀在开场是连打两球 中队开场是三个失误 潘兵之导呢 以他的执教风格 这会儿一定是换人了 换上了庭瑞森 换了核心后卫 这边上了河中脸 也是在两个后卫的位置上进行了调换 看来队开场是二 而且还换上了赵太龙 等于换了三个外线 官民知道呢在前面的轮换当中呢第一场和我们印象深刻 当田北森和曾宁旭两个核心和卫 某一个队员无论打多长时间只要有一次失误或者有一次误攻的话就立刻呢进行换人也非常的有意思 这也是他执教的一个方法 可能是确实因人而异 比较适合这支国奥队 在此之后呢 在台北上 国奥队也是追求让这种替补这种先打 给更多的球员练兵的机会 12人呢 轮转上场 特别是对外线的这几个人 田桂森 曾宁旭 赵太龙 常亚松 包括河中勉 他的使用呢也是车轮车 给每个人机会 上台那一下晃了三个 因为今天的这个篮板球 包括内线一防一的防守质量 赵太理想 打了四分钟 中国奥队没有得分 这球呢 现在主要公联防公布欧阳无事 中国奥队开场连着四个失误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呢 就怕这样 他会有起伏 但是主要的是看 你在从起步当中 犯错误的时候 这种调整和恢复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阿克林队的队员呢 确实是手快脚快 他们偏身具备这种 对球的敏锐的 判断力和嗅觉 反正这个小球 地板球 险些也是被阿克林队反响成功 越是不得分的时候 越是考验一支球队的防守 就要更从防守做起 这个球呢 阿克林队走步了 7号看帕泽 他是得到了全队的前四分 在两边打的都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开局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 他是靠着个人能力 先把这个进攻的火力打开 中队看看怎么来得分 这方呢 就从棉防换成了一个半场盯人 看中队怎么适应这个防守 河太龙 左手突破 中队呢 是被罩住了 成进步时间 点凉秒 左中队 勉强助手被盖 中队打了半截 还没有得分 而且有四个失误 在防守上呢 也是拼得过胸 这球呢 是孙通廷犯规了 越是不得分呢 越要强调防守 因为防守是最容易产生集体默契 和集体力量的 可以控制局面的一个方式 防征队还是用他们咸服的突破 不断的突分突分 最后制造出了机会 杀到内线 上单得手 中队开场是五投零动 四个输 防征队是八中四 现在中队一开截呢 是整个四杯打到现在 应该是最差的第一截 这球防守让险些又露人 还是七号 小后卫坎帕泽非常的活跃 而且很有创造性 中队这个球 后场篮球反击 早上对方犯规 七号坎帕泽呢 体现出了这个美洲后卫的特点 特别灵活 而且虽然身高不高 但是有对抗 另外比赛当中呢 阅读防守 就是打球特别用脑子 非常聪明 这样的后卫的表现 也是中国的这几位年轻的后卫 需要借鉴 这个球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挡拆的机会 但对方内线双人夹击 盖掉了 村东林的上篮 安静队还有两个盖帽 中方在第一截呢 两边的整体实力 确实是非常的明显 大局还是非常明显 中队打了 快一截比赛了 还不得分 大家打身体上呢 相对比较松 连打了四天的这种硬仗 突然休息一天 再回来打最后一战比赛 有些年轻运人 可能觉得这个比赛任务 快接近尾声了 就是无论从精神上 还是在心理上 身体上 就没有做好一场 打硬仗的准备 所以呢 篮球比赛就是这样 它会有这个传染性 每个人之间的这个气息 和这种感觉 别会传染 中队今天一开场 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中队还是想 范冰之道 还是想用人员的调整 来改变场上的局势 这边又换上了合招宝 大局又换回了联防 他们也是用一种防守呢 时间呢 非常短 立刻换防守 让中队不适应 中队这个球呢 是很好的一个配合 但是长天在进攻的时候 保护的这只手呢 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进攻犯规 这一截呢 充斥着投篮不进和输 看看小伙子们 怎么来调整自己 这也是 一个实战的演练 这种比赛就需要 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 看看球队怎么去应对 这可能要比看 打顺风球呢 更有价值 合招宝 各位大中风 拉到了接近三分线外 又是钱贵森 不准备骂 中队又有一个失误 航行队这支有经验 而且打球很聪明 另外整体性很强的队 开场给中国队制造了 很大的麻烦 也应该说给中国队上了一课 打这样的球队的时候 往往非常的被动 因为对方的球呢 打得很熟 那防守当中呢 他不给你硬轻身体 他也不是像这种 美国队 包括这种 飞人运渊的那种身体特点 他就典型的南美队 非常聪明 看准的下手 而且防守呢 都是不失位 中国队就是破拉 扯不开对方的防守 越攻越急 越急呢 失误越多 这就是上半场的平面 这次赵大龙终于杀到内线 造成犯规 华篮 投入中国队 今天比赛的第一分 这种比赛当中 遇到的困难 应该是范冰知道 在本届思维当中呢 他是可以预期到的 划中之后 也是国奥队 惯有的二二一 全场扩大防守 限制对方的球过半场 破坏对方组织进攻的节奏 阿克林队还是很有经验 球破的还是很流畅 阿克林队呢 也是确实防守非常多变 半场的联防 半场的惊人 包括全场的扩大防守 这就是阿克林队的特点 他不跟你硬拼 而且他有软力量 就像 像我们看 恩别总决赛当中 马斯队的刺激者 包括吉诺比利 这样类型的球员的特点 也不是特别强壮 当然也 不是特别能跳 但是他总是能够 罩住你的 进攻 让你无法摆脱 这就是打南北球队呢 中国队需要学习和在比赛当中提升的这种能力 对方的防守呢 不是这种黑色橡胶一样的 漫天的这种弹跳 或者强力量被拼 他像捆线绳一样 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捆在你身上 中国队每个队员怎么去应该 更需要整体的这种配合 而不能一个人单打独干 这个球呢 回防 中国队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 这个球是常年防守犯罪 理解比赛剩下两分钟 虽然只有两分钟 但是 一支球队往往在短时间当中 也可以打出完全不一样的比赛内容 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 曾经旭在衔接段 也加强了持球人在转换进攻当中 有手转弓这个转换衔接段的攻击意识 这也是破掉对方这个整体防守的 一个很好的办法 曾经旭的突破和赵太龙的突破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这样中共得获得了上罚球线的机会 博奥在这届蓝州战的比赛当中 令人感到惊艳 但是如果挑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伐篮是一个技术上的运势 每个人的伐篮都不太好 每场比赛 全队伐篮命中率都不是很稳定 这个是一个需要改进 防守怎么样 这方还是频繁的利用空切 掩护 然后寻找机会 这就是昂静队打球的特点 昂静队无论它的成年队 还是它的正范国家队 或者是混编国家队 还是青年队 打球都非常遗址 它都有一个灵脚的 能够侧应的 手转非常好的内线 然后全队呢 有很多的像这种 经常说的叫高位侧应 外侧队反切 普林斯顿打法这种特点 它的空切 空位游走 接球 传控的能力非常强 这也是阿克林队这么多年 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 当然这支球队也有这样的特点 刚才那几次配合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队防起来就确实是比较吃力 上面场能面对对方不断的 这种多变的防守 没有太明显的针对性 而且我们内线呢 完全发挥不出来 无论是长林啊 还是前面打得非常好的 孙同林 今天呢 好像都被抑制住了 内线打不出火花 只能是外全队员去突破 所以整个进攻显得特别被动 这是本节思飞 这五场球来看呢 最被动的开局 当然我们说呢 从练兵的角度来讲 碰到这样的对手 对中国队来讲 事实上是一个机会 就不要看这个 就底分是怎么样 就是场面可能会是很败的 但是打这样的对手呢 你自己提升的还快 安静队的五号是尼古拉斯 对秋帝 全高是米巴斯 他的几个外线呢 都不是很高 一米八零左右 但是在场上我们看到 无论在对抗方面 还是在这种防守方面 小防大的时候 他们一点不吃亏 中文类终于出了 中文类终于出了挡拆的机会 好球 二加一 这是中文类整个第一节打得最脆的一个外线和内线的配合 挡拆之后 葛招宝顺下 这球呢 基地传重来 非常漂亮 葛招宝还是很好的控制住了身体的重心 对方想造一个进攻犯规 葛招宝还是有一个侧向的变相 躲开了对方的防守 二加一 实际上这个球是中文类整个第一节 第一次移动进攻当中得分 第一节比赛结束 好战行队给中文类上了一个14比6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市场上了一个 第四节的比赛 前面出去两分钟 师傅欢迎 下面大学大学大学在 finals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 谢谢 谢谢